各位早上,歡迎收看《開市感浪》 我是林子彤 現在希望大家跟進昨晚歐美股市收市的情況 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 星期二到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作證 表明通脹依然疲弱 舊市措施仍然要繼續 他的編甲言論發表之後 美股道指由原本急跌超過360點 十級向上 收市更輕微倒升 道指收市報31,537點 升15點 標普500指數亦上升 終止過去5個加日日連跌的局面 收市報3,881點 升4點 納指方面曾跌穿過50天移動平均線 是去年11月3日以來第一次 跌幅曾經去到大約4% 但收市是跌幅收窄 最終收市報13,465點 跌67點 跌幅只有0.5% 美國上市港股預托證券表現 是個別發展的 匯控被本港收市跌0.88% 騰訊跌0.5% 阿里巴巴跌1.07% 國壽升0.54% 海優跌1.89% 中石化跌0.77% 中石油升0.52% 主歐洲股市個別發展 倫敦富士100指數 收市升13點 收報6625點 法蘭福德克指數 收市跌85點 收報13,864點 巴黎克指數 收市升12點 收報5579點 我們看看商品期貨方面 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 對經濟前景取態審診 國際油價急升創13個月新高後 受到獲利盤沽盤湧然 紐約旗油收市倒跌11未先 收報每桶61.67美元 倫敦布納特旗油升13未先 收報每桶65.37美元 看金格 紐約期金收市跌2.5美元 收報每桶18805.9美元 看最新美元回價 港元7.753 日元105.338 歐元1.216 英鎊1.415 瑞士貨龍0.905 加元1.257 澳元0.793 紐西蘭元0.736 美國國庫借10年期 監視率就報1.34 30年期監視率就報2.183 看看港股 剛剛開始 暫時來說 升幅收集一點 但只有29點 水新做30664點 國企指數升31點 暫時做11934點 大市成交138億多 昨晚美股比較錯 看看今天港股的做法 這節先和大家跟進到這裏 三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再會見 以上資訊由耀財元提供 以上資訊由耀財元提供 財元提供 還可以使用 給他